四岁一般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请拿出科学课本,请翻开第18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今天的科学主题的内容是 颜色的组合,小朋友我跟老师读一遍,颜色的组合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当我们把两种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时 我们会得到新的颜色,小朋友我跟老师读一遍 当我们把两种不同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时 我们会得到新的颜色,什么是混合呢?混合就是说 两种颜色把它合在一起,这就是混合的意思 小朋友我们来看,你们还记得这是什么颜色吗? 这是红,红,那这是什么颜色呢? 这是蓝,红加蓝,混合在一起就是变成纸 我们再来看,蓝加蓝,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时 就会变成绿,小朋友我们再来看,白,小朋友刚才读一遍,白加红 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变成粉红色 小朋友请翻开第十九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 今天我们来做复习 小朋友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把图上适当的颜色 小朋友哥老师读一遍 把图上适合的颜色 小朋友我们来看这个图 小朋友请问,这是什么花? 这是大红花 它也叫木槿花 它有什么颜色呢? 一般我们看的大红花有很多种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彩红色 它的花蕾,这星可以彩黄色 然后叶子呢,可以彩绿色 我们把它涂上适当的颜色 好,我们再来看这雨伞 雨伞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我们可以彩有红色,黄色,绿色 五颜六色都可以 小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彩上颜色 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张椅子 椅子有红色,有黄色,有蓝色 小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彩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们再来看,这是一只猫 小朋友你们在外面看的猫有什么颜色呢? 猫可以彩灰色,彩白色,或者彩花色都可以 现在老师彩给你们看 我们再来看鸡木,这是鸡木 鸡木也是有五颜六色 你们可以在这边彩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都可以 今天的科学课上到这里 谢谢,小朋友请把功课做完 谢谢,再见